三個星期前,Sama Atlas這顆跨星際訪客,在10月29日略過近日點,直插入太陽背後,所有望遠鏡對他失去視線。 當時,他似乎被太陽的光染吞噬。 直到11月8日,他再次在處女座方向中浮現,但已經不是原本的模樣。 到11月21日,他的光度意外升到9等,比預期量一倍以上。 科學界立即重提早前八大異常,逆行軌道,異常的高濃度二氧化碳, 涅晶氣噴發,反向塵尾,低反照率外殼,全部都暗示著他的來源,不是一顆普通瑞星。 但真正令研究人員感到不安的,是NASA發布新影像,Sama Atlas的尾巴數量增加, 情分差,多層結構,好像在接受外力推動,或者,內部有某些機制騷醒。 按照立布量表,Low Scale,已經由注意級提升到警部級, 因為Sama Atlas的尾巴數量不只是回來, 他還出現變化,隨著他逐步接近地球軌道平面, 一場未知的跨星際事件正式揭幕。 支持夜幕怪星製作,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11 月 21 日至 26 日,是全球天文台記錄之中最不安樂的五日。 Sama Atlas再度由太陽的背景中浮現時,Sky and Telescope 在11 月 22 日率先報導, 他比預期早、比預期量、比預期更活躍。 就好像在太陽背後的黑暗之中,經歷某種重啟。 最先令研究完驚訝的,是他的尾巴構造。 一直以來Sama Atlas都被人覺得像一顆不正常的星際兵核, 不穩定,但可理解。 但當之巫師,為白太空望遠鏡,JWST,在11 月 23 日捕捉到他最新的近紅外光譜時, 全個團隊瞬間安靜了三秒。 影像之中,Sama Atlas出現至少三條主尾巴, 一是離子尾,Irante,長度超過200萬公里, 遠高於模式預期的30-40%。 離子尾不單又直又薄,竟然呈現微弱但穩定的波動, 彷彿被某種不規則磁場扯動。 二系反尾,一條反向指向太陽的極薄層屍, 再次重複出現,強度比10月時翻倍。 反尾一般只會在陳勒密集彈軌道幾何角度特殊時才出現, 但Sama Atlas的反尾似乎不受軌道限制, 只是單純想出現就出現。 三系無預期陳尾缺失,Dust Deficit, 反直各地,主陳尾竟然非常淡薄, 好似瑞核表面的物質已經被剝離得過度乾淨, 剩下的不是冰,而是一層金屬化外殼層。 阿維,立布,Avilo,在11月24日的Media文章講得最直白, Sama Atlas的行為,不似碎裂,而似某種啟動程序。 他亦指出,偉白光譜檢測到小耳排放異常高, 強度足以令他被重新分類為高揮發性星際物體, 而不是傳統瑞星。 不過,科學界真正震驚的,是火星快車,Mars Express, 11月25日的同步監測數據。 雖然重力模式顯示Sama Atlas的軌道依然穩定, 沒有偏離至危險程度, 但他的表面剝落速度比近日點前快一倍半。 更怪的是,光譜分析顯示,他釋放的NI,CO,4湯基涅, 量益增強至之前的兩倍。 4湯基涅不是普通瑞星物質, 而是極少出現於自然瑞星中帶強金屬有機特徵的揮發物。 他的存在解釋了10月時出現的涅晶氣味, 但解釋不到為什麼在接近太陽之後,濃度反而上升。 Sama Atlas,好像不是被太陽消融,而是被太陽喚醒。 各地天文台陸續發佈更新, 瑞星旋轉速度略為加快, 瑞核亮度情不規則默動, 來指尾中段出現周期性密度折點, 好像某種推進作用的魚波。 一切都逐步指出, 就算它原本是自然形成的星際天體, 經過太陽的洗禮之後, 它的行為已經偏離自然瑞星的範疇。 當Sama Atlas重新踏出太陽背後的陰影, 科學界終於意識到, 我們再不是觀察一顆水星, 而是觀察一件正在變化的物件。 而這個變化,只是開始。 11月23日之後的數據, 就徹底令研究人員開始不敢落結論的時刻。 Sama Atlas再次展示出不合作的一面, 瑞星不肯按瑞星行為模式運作, 反而不斷創造新異常, 打破既有理論, 好像刻意挑戰科學界的理解能力。 第一個異常, 飛重力突然加劇。 News Nation於11月23日晚間報導, 數據分析顯示 Sama Atlas受到的飛重力加速度, 通常源於瑞星噴法, 竟然升至方向和速度的變化V等於0.2%。 這個數字不是大到令人擔心撞地球, 但大到足以破壞所有軌道預測模型。 飛重力一般只會隨隨星接近太陽而逐漸減弱, 但Sama Atlas在近日點之後反而變得更強, 更不規則。 有軌道計算顯示, 這股額外推力令它的航道開始輕微偏向木星方向, 若果變化持續, 2026年3月的木星略過將會更近, 可能影響整個太陽系內的長期動力學。 第二個異常, 顏色變化, 第三次光譜轉變。 天文台在11月24日後連續數晚監測到, Sama Atlas的碎法開始呈現藍綠交替脈動。 這種脈動幅度細微但規律, 周期約11分鐘, 似乎與它的自轉周期重疊。 藍色代表離子物質佔優, 但綠光通常來自CO,C分子。 兩者交替的幅度整齊, 不像自然噴法, 反而似某種節奏性釋放。 有學者甚至用一句聽落過分, 但沒有人反對的形容, 這顆錐星, 好似呼吸。 第三個異常, 結構複雜, 負極化下降至負百分之三。 負極化一般代表光線在塵粒上被特定角度散射, 但數值跌至負百分之三意味著, 碎核表面塵粒極度細緻, 表面有不尋常的規則排列。 或者碎核不是實心, 而是存在大型外部空間。 圍白望遠鏡的階段式偏陣影像暗示, 沙米圖表面有至少三個區域反射, 特性完全不一樣, 好似由不同素材組成。 這種多區塊反射分布, 在自然碎核中極為罕見, 反而常見於大型碎片組合體, 甚至是中空結構。 有天文學家認為, 碎核內部可能不是純冰, 而是一件複合物件。 此時碎核距離接近地球最近位置, 只剩短短三星期。 在2025年12月19日, 沙米日律碎核將會達到距離地球最近的位置, 約2.8億公里。 雖然這個距離聽落相當遙遠, 但在天文學上, 已經在相當接近我們的地球。 這個接近時期, 正在全球天文學家高度關注的關鍵時刻, 亦為這顆神秘瑞星帶來更多可能性與不安。 沙米日律瑞星在接近地球期間, 預計會進一步增強光度, 甚至可能在夜空中用肉眼清晰可見, 成為2025年度最壯觀的天文現象之一。 天文學家預測, 瑞星尾部的氣體與塵內噴發 將會形成一條長達數百萬公里的瑞尾, 可能橫跨夜空幾個星座, 這個景象將會喚起全球對宇宙的敬畏, 但亦可能引發某些恐慌。 由於沙米日律瑞星是來自太陽系外的星際天體, 它攜帶著完全不同於太陽系內瑞星的物質成分, 科學家相信這些物質噴發入地球大氣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仍然有人擔心, 瑞星的氣體噴發會對地球造成某些意想不到的影響, 例如影響氣候或者帶來未接觸過的化學物質。 雖然這些假設未有科學證據支持, 但因為沙米日律瑞星的獨特性, 令它成為全球媒體和公眾討論的焦點。 天文學界對沙米日律瑞星接近地球抱住前所未有的興奮與謹慎。 科學家認為, 這個接近地球的時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可以利用地球上最先進的望遠鏡和太空探測設備, 對這夥瑞星進行最深入詳盡的觀察。 阿維, 立布一直以大膽的理論文明, 11月24日他在最新文章中認為, 某些星際天體可能是外星文明製造的產物。 在沙米日律瑞星重新現身後, 立布再次提出一個具爭議的假設, 沙米日律不是一火普通瑞星, 而可能是一個外星探測器, 或者一件被拋棄的外星科技碎片。 然而, 主流天文學界對立布的理論詞謹慎和批評態度, 認為目前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外星科技的假設, 而這些異常現象更可能是由自然原因引起。 軌道偏移解釋, 主流科學家認為, 沙米日律的軌道偏移其實可以用非重力效應解釋, 特別是瑞星噴發活動釋放的氣體, 對瑞核產生微弱但持續的推動力。 這種現象在其他瑞星身上也曾經觀察到。 化學成分解讀, 關於瑞美的罕見分子, 科學家指出, 沙米日律作為星際天體, 可能攜帶來自其他行星系統的獨特物質。 這些物質在太陽是宗教為罕見, 但並不代表瑞星是人工產物。 碎尾分岔現象, 天文學家認為, 碎尾分岔可能是因為碎核表面多個噴發源位置不同, 而形成多條尾巴的結構, 亦有可能是太陽輻射壓力和太陽風對碎尾物質產生複雜的影響。 主流學家強調, 雖然沙米日律的異常現象的確值得深入研究, 但現有數據仍然支持自然解釋。 對於外星科技的假設, 科學家認為應該謹慎處理, 避免過度推測。 在2025年12月19日, 沙米日律瑞星將會到達距離地球最近位置, 約2.5 AU 天文單位, 約3.7億公里。 雖然這個距離足夠安全, 但這次接近將會是全球天文學家監測瑞星最重要的時刻, 透過最先進的望遠鏡和探測技術, 科學家將會進一步分析它的結構、 化學成分和內部活動。 介紹, 這顆瑞星可能成為年度夜空最亮眼的天文奇觀。 2026年, 沙米日律瑞星將會進一步接近木星, 並受到木星強大重力場影響, 可能會改變它的軌道或者引發新一輪噴發活動。 天文學家計劃利用木星附近的探測器, 例如珠諾號探測器, 趙怒, 對瑞星進行更距離觀測。 雖然珠諾主要是研究木星, 但它的儀器可以用來監測瑞星的尾部結構 和附近的塵埃環境。 這次木星略過, 可能為研究水星的星際起源提供更多線索。 如果喜歡今集, 點讚、留言、分享、訂閱我們。 下次再探索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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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